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一些台资企业受到影响资金压力较大 浙江宁波海水区落实纾困住企政策 通过减税降费 资金补贴和提升服务等 组合式税收支持政策 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帮扶力度 国家出台这些政策 第一时间就想到我们餐饮行业 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像我们就已经得到了 有一个65万的一个税额 缓解了我们那些资金的压力 在工作中 海水区针对台资企业的实际困难 组成专班一对一沟通 确保企业享受各项优惠政策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提振企业发展信心